位于首都市中心的国家清真寺中午祈祷时段 发生一起外来者掌乖宗教寺的风波 一名外籍男子在众多信徒祈祷期间 跑上祷告台掌乖主持仪式的宗教寺 出手伤人的男子遭到在场人士迅速制服 移交警方法办 警方透露出手打人的印度裔男子声称 他受到一把神秘声音的感召才做出惊人之举 闭路电视画面显示 下午一点半国家清真寺内穆斯林祈祷之际 一名外籍男子突然走向宗教寺站立的祷告台 观察一番后 出其不意抢下对方的耳机麦克风 混乱之间乖了对方一巴掌 在场穆斯林目瞪口呆 随即一涌而上制止这名来自印度的男子 期间清真寺外有信徒布满男子阻断祈祷仪式 现场引起一阵骁动 金马景区主任在诺助理总监事后指出 落网的外籍男子来自克什米尔 年约三十 犯案时神智不清 声称听到一把神秘声音的感召 才为出手掌刮宗教司 取代对方的位置主持祈祷仪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